火雞 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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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度 烤鸡 如果鸡 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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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把它切碎 切一粒粒粒粒 把它拌在一起 其中一个配料是 用一些杂豆 加一些杂豆 或者自己切小粒的红萝卜 也可以 再切一些凉葱 它就会出一些很好味 混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切成饼 现在我们就来不吃完了 我们先把它切成饼 我们先要预备做装品 我们要预备做装品 可以切多一点 因为多人吃 可以展翌一点 做装品 再做装品 付更多 放入火鸡 现在给大家看 先倒入这些 倒入 放入这些 混水 有些人有鸡汤 牛油 也可以 香厚 再混入 混入 起码它会更浮 这样才容易黏 现在很多 本来都可以 再加配料 很漂亮 加完配料 还有一条尺 加完配料 令到这一波 材料 有很多 我会将它 塞在火鸡 一起烤 烤 烤出来 就会很好味 再给大家测试 已经腌了 腌了一两天 已经够了 只需要用 豉油 或姜 和少许糖 腌一两天 就会很好味 现在 同时我预备了 一些 面包汤 将它 塞在里面 将它一起烤 当然 盖上它 又没有太多 那款式就是这样 我将它塞在这里 拿着 塞在里面 尽量塞 多 这只火鸡有20磅 所以可以塞到很多 塞在里面 塞在里面 塞多些 这个火鸡的食物 已经塞在里面 为免它 味道更加好 而且不要 又太焦 同时 都可以放一点 酱料的味 让它更加好味 那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 尽量 这个皮 已经不太大 但是 我们尽量把它 拉近一点 盖住 它 像是缝衣 缝衣 让它尽量 埋好一点 就是这样 只能够这样 就是尽量埋到多少 就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 拿它入焗爐 焗爐 我已经设置好了 大概400度 左右 已经 热烤了 已经可以 预备 放进焗爐 我将会 预备放在里面 这只大火鸡 已经送进焗爐 开始焗熟 因为我们不想它太快焦 所以我们先用石纸 盖住它 再过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 就可以拿走石纸 让它继续焗 好了 现在正在焗 我们正在焗火鸡的同时 也可以预备 几个 这些 番薯 就去 放在里面 焗的 这样焗出来 有很香口 软滑 就可以一起来吃 这个 红萝卜 是用来 切丝 做 炒面 再把它切丝 那种 太幼 可以切丝 太幼 要再把它切丝 再切丝 所以你看到可以吃 这个菜 这边菜 已经完成了 我們用椰菜花來炒麵 剛才已經切好了洋蔥 我們用洋蔥、紅蘿蔔絲和椰菜花來炒麵 我們用一包麵來炒 我們用洋蔥、炒麵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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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完成了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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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麵